濕質的部分 多吃黃色的蔬菜 比如說像一些那種甜椒 黃色甜椒 或是櫛瓜這一種的 那只要是黃色 或是比較偏紅色 其實它裡面的維生素A 是非常高的 那為什麼會對應濕質 因為濕質症有一種是那種 血管性的濕質就有點像 對 就是慧如講酸塞的這一種 塞住的 然後導致有點像中風這樣子 血管性的濕質 那這一種的話 你就要保持你的血管 是屬於暢通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多一點點的 抗氧化的維生素 那維生素就來自於維生素A 維生素C 維生素E 其實剛剛你提到 維生素B群其實都是需要的 只是它這樣對應下來 整個都是順的 就是黃色的有維生素A 保護血管 所以不是說因為這樣子 鼓勵你多吃五色蔬菜 我想太多了 延伸太多了對不對 對… 其實這樣對應下來是很順的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洋蔥的部分 其實洋蔥本來就是 它維生素B1還滿多的 所以有一些比較躁鬱的 精神躁鬱的病人 其實我們會鼓勵大家 多吃一點維生素B1 多的蔬菜 洋蔥就是很好的選擇 視網膜的一個眼睛的保養 確實預防退化 老化 其實都是需要Beta胡蘿蔔素 對 所以其實它是必要的營養素 所以以後不只要叫小朋友 多吃胡蘿蔔 其實對待老人家 我們也希望他多吃一點 紅色或是黃色的蔬菜水果 對 好 好 目前的分數剩最後一題囉 現在惠如追上來了 3分 跟L比3分 小潔2分 10加1分 但是不要氣餒思佳 因為周比3分 好 我教你一個策略 你跟小潔只差1分 你懂意思嗎 我不要跟他一樣 你只要能夠岔開來 3分 只要你一對他錯 你就上去 可是如果他對的話 你對的話你就落賽了 因為如果他對了 你對了也沒意義了 但是如果他對了 你們其他三位都錯了 就算你們現在3分 還是輸他 真的 因為你加3就變4 真的耶 最後一題很重要 逆轉題來了 逆轉題 表示最後一題應該很難 比較難囉 來 第6題 不要氣餒 來仔細聽一下題目 如果長輩年紀漸漸大了 下列照護的觀念 何者是正確的 哪一個是正確的 整個比較好選了吧 看選項 年紀漸漸大是幾歲以上 叫漸漸大 OK 60 70 80 60提掉嗎 65 70 好不好 你從這邊來抓 好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方式就是說 講話拉高音量 以避免聽不清楚 不過 請早餐啦 好 好不好 拉高音量 好 第二 準備比較軟爛的食物 在咀嚼的時候更方便 好 好 還有第3 走路是比較慢 小碎步這代表是肌力不足嗎 小碎步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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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種 好 肌力不足 像楊婆婆那樣 對 好 還有第4 習慣改變 早睡早起也是正常的 也是正常的 可以 準備好了沒有 誰接受處罰 今天處罰非常可口 什麼啦 所以讓你畢生難忘 你要先讓我們知道嗎 不要 說不定這是肌力 我們要答對的方法 好 那我可以告訴你們是 他 他以今天的題目裡面來講 他屬於多吃黃色素材 完了 維生素A保護營的血管類 我們這樣是答 最低分要擔心食指的問題 沒有的是錯誤的 好 好不好 好累 天啊 這個是對的 擔心食指 講好數喔 準備 我的腦神指 答案 請選擇 來 舉牌 哪個是對的啊 對的 快 快啊 快 2 4 4 4 不是2就是4啦 不是2就是4 搖頭耶 對面 不是2就是4 搖頭是大家全軍覆沒嗎 我覺得答案答錯 他們也是平平點的 對 我們很習慣而已 所以體肢是體大 一定不是2 一定不是2 真的一定不是2 你是把施加放在哪裡 那為什麼答案是4呢 我跟你講一定不是2 你跟他一樣耶 好 為什麼 一定不是2 為什麼 不是 因為老人家已經就是 你越給他準備越軟爛 他以後的那個發 就是越退化 對 不能因為譬如說 他不想做什麼 你就一定他就是配合他 你不能因為小孩子偏食 你就說他不吃紅蘿蔔 你就永遠不給他吃紅蘿蔔 他這樣子以後 眼睛就會不好 智王德就會不好 因為其實這 就是他牙口不好 對 你給我啃胡蘿蔔 對 對不對 啃甘殘 好冷 我爬不起來 你給我起床 你的水槽 對 你這樣倒不起來 你這樣倒不起來 我的意思是說 為了他好 我們應該是讓他練習咀嚼 而不是說你可以 所以就給他啃拔辣 對 就是可以切比較小塊 讓他練習 可是不用叫軟爛 還沒有真正無法咀嚼 也不需要準備軟爛的食物 可是問題是他有說軟爛 所以軟也可以 我剛剛也就是在 就是想說 增長那個定義是不是 對 那個定義 就是我也是跟他們講 不是說他這樣 我們就必須要準備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他有一個軟的意思 就像我們 如果他真的牙口就已經不好了 難道我們還要強迫他是硬的嗎 那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變軟一點 不要到變爛或是稀飯或是水這樣 但至少讓他軟 還是讓他可以有主角的這個 但他是年紀漸漸大 還能到那麼大 而且因為 就是你知道他是漸大 不是 這個就是 他從頭到尾他都想很多 對 不過不管怎麼樣 只有兩個答案 是你們選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嘛就是全軍覆没 要不然就是有兩個人 會是答對 好緊張 那廢話 這什麼分析 重點是被處罰的那個人 那對 我是擔心誰被處罰 拜託 不要 不好意思